中共在西藏的雅魯藏布江干流上 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藏木水電站 日前正式投產發電 不過這個水電項目卻令不少環保人士 還有下游的印度等國感到不安 有水利工程專家表示 藏木水電站將會加速西藏高原升溫 據中共黨媒新華社報導 23號下午 歷時近8年 總投資96億元共6台機組 總裝機容量51萬千瓦的藏木水電站首台機組 正式投產發電 藏木水電站位於海拔3300米以上的雅魯藏布江中游 山南地區加查縣境內 由中國華能集團公司投資建設和運營 設計年發電量25億千瓦時 是西藏第一座大型水電站 報導說 該電站第二台機組將於12月中旬發電 6台機組明年全部投產發電 報導援引國家電網西藏電力有限公司 董事長劉曉明的話說 藏木水電站的投產將從根本上 解決西藏中部電網的供電難題 特別是眼下正值冬季缺電 不過生活在德國的國際水資源問題 水力工程專家王維洛向德國之聲指出 西藏其實並不缺電 而且開放西藏的太陽能和地熱資源 應該優先於開放西藏的水資源 王維洛表示 目前中國的科學家 就雅魯藏布江上的大壩對上游的影響認識不足 這種影響可能不堪設想 它可能會改變上游地區的降水 加速西藏高原升溫 據新華網去年1月的報導 中共國務院已批准在雅魯藏布江中游 建造三座新大壩 而這三個新批的項目中的其中一個 其規模大於藏木水電站 在雅魯藏布江建壩 多年來一直引起出於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等國的關注 印度外長胡爾西德曾要求中共 不得進行任何有損下游利益的活動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中共曾保證水電工程不會減少雅魯藏布江的水量 因為設計的都是淨流式水電站 沒有蓄水功能 但這並沒有減輕印度方面的擔心 報導還說 不少環保人士對中共在雅魯藏布江流域 新建大型水電站持反對態度 他們擔心 修建水壩將對該地區地壳的穩定產生影響 危及下游數以百萬計的居民 很多建設工程包括工業的布局 水電的規劃都是只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出發 對公共利益和對環境的透過 對社會的影響它是不負責任的 王維洛表示 淨流式水電站確實對下游影響不大 但目前投產的藏墓水電站是一座混泥土的重力壩 而且高度相當高 作為雅魯藏布江上的首座大型藍水大壩 對下游肯定會有影響 四川地質學者楊勇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對雅魯藏布江的水電開發要持謹慎態度 楊勇指出擔心的問題是 藏墓水電站是否意味著雅魯藏布江 全段牛電站建設的開始 因為雅魯藏布江的地質 生態更具有敏感性 對南亞地區的生態也至關重要 然而包括環境、公眾參與和有爭議問題的相關信息 披露的非常少 我現在還沒有聽說 它的這個決策過程、選址、到它的施工、移民拆遷 包括今後的運作 我們應該汲取中共歷史早期的工程 包括現在的葛州壩、三峽電站的青年教訓 王維洛還指出 國際科學家將地球升溫兩度視為地球生存極限 西藏高原在最近50年內 升溫已經超過兩度 而藏墓水電站的建成很可能加速這一現狀 青藏高原不僅是印度馬普特拉河的發源地 也是中國長江、黃河、藍層江和怒江等大江、大河的發源地 因此在王維洛看來 藏墓水電站對中國人的影響 遠遠超過對印度的影響 只是印度可以發聲 中國人不可以 都可以 了解